而花蓮市第四选区国字头民进党籍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真奇 21号也前往市公所筹钱 在竞选团队以及支持者陪同下 筹中了4号 也高喊四在必得四必当选的口号 展现出清新的活力以及必胜的决心 四在必得 四在必得 四必当选 四必当选 四号田真奇 花蓮市第四选区国字头民进党籍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真奇 在竞选团队及支持者的陪同下 前往花蓮市公所前 高喊四在必得 四必当选的竞选口号 展现出清新活力的必胜决心 并在第四选区抽中了四号钱 选举开跑到现在 我除了持续不断的拜访 也收集民意 上周也在林森路159号成立了我的竞选总部 今天也正式抽出我的号码 四号 四号小田田 那也代表着选举要进入更正式的下一个阶段 那真奇也会持续努力到最后 势必当选 当选之后也会势必公亲的来服务所有的乡民 我的参选初中就是看到花蓮有许多值得更进步更好的地方 当选之后我也会努力的来营造适合年轻人长者以及弱势族群更友善的环境 希望自己加入这一份心力能够帮助花蓮这个城市可以成为更进步更理想的应许之地 他也强调见到不少年轻人一起投入这次选举 希望当选后能与理念相近的参政者 一同把长远的乡镇发展愿景 透过公民参与 理性讨论 一同共融的方式扎根在最基层的政治工作上 让市民朋友知道自己也有能力 让花蓮市变得不一样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